消防隊員進到蓮華食品場 雖然火勢控制住了 但濃煙四散 不論是調理區作業區 還是包裝區 都是一片雾茫茫 火警發生後 有大約十多位員工 全部躲進一處冷藏櫃裡頭 卻因為濃煙飄散到裡面 造成多名員工被嗆傷昏迷 消防隊一共在火場救出22人 10個人失去生命跡象 陸續將員工送於治療 奴隸從鬼門關前 要把人救回來 一開始是有躲的 冷凍庫不一樣的位置 是不是有點延誤到這個時間 蓮華食品彰化廠 發生重大火警以外 根據了解彰化廠 2001年成立 跟其他廠生產零嘴堅果不一樣 隸屬鮮食事業 工廠一天18個小時 有機器運轉 最主要就是生產超商鮮食 包括三角飯糰以及便當等等 實際走進超商拿起飯糰製造廠商 後面就是寫著蓮華食品地址彰化北斗 作業區也進行嚴格的溫度管理 全程作業環境必須恆溫在18度C以下 官方影片中介紹員工上班環境 除了穿著全套隔離衣室內控溫也要在18度以下 這次一大早火事先從廚房竄出 疑似有大量的料理用油 員工想自行滅火卻沒有辦法 最後釀成重大火警意外 TV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今天注意! BIG BIG BIG